来看到这次旺中集团董事长蔡衍明 遭到一电视节目年代向前看的主持人 陈宁关怒骂国台办狗腿 提起告诉求偿了300万元 那么日前最高法院做出了判决 认为这些属于善意言论 因此判蔡衍明败诉确定 所以在今天中国时报的社论标题 直接法官枉法 台湾沦为狗腿王国 主要是因为里面特别强调 是认为这样子一个判决 无论是在法律面政治面 媒体环境面甚至社会教育面 都做了最差的事半 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 因为骂人狗腿竟然被认为是善意言论 荒谬至极 法官认证狗腿充满善意 完全不必担心会被罚钱 爱说多少就说多少的话 照法官这样的逻辑 那么台湾岂不是要变成了狗腿王国 所以骂人狗腿 那个法官直接说 这属于善意发表言论 不构成侵权行为 立文姐这是违反常识 我先补充一下 这个民进党如果真的很担心 iPhone 16没有办法如期上市的话 很简单 他就换一个人提名主委就好了 这不是很简单吗 全台湾人都没人了吗 非得他来当NCC主委不行吗 你就再换一个人嘛 人家媒体大亨叫你换你就换 对不对 那你现在你还可以再换啊 对吧 你可以换一个用这个做理由嘛 对不对 大亨你喜欢这个这个过不了啊 那我们只好再换一个啊 这赖清德就可以换一个人不就结了吗 何必在那边搞得这么难看呢 为了这个翁伯中有必要吗 那今天大家在讨论这个静电式的事情 旺旺他也不过就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 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 我印象非常深刻 好多年前那时候 我坐一个计程车 计程车司机就说 怎么可能卖旺旺先辈 可以卖到台湾首富啊 这是怎么做的 不敢置信 所以基本上他做到了 这是一个一个的东西卖的 他不是搞什么投机 不是炒地皮 不是做什么资金的投机 没有一块块小饼干卖的 对 他是一个一个旺旺饼干去卖的 大家都吃过旺旺嘛 旺旺先辈旺旺很多产品 他是这样堆积起来的 多少人靠旺旺 领薪水过日子啊 对岸是这样 台湾也是这样 所以当一个人他成功了以后 他也不过就很单纯的想要回馈台湾社会 而且因为他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这么的成功 他自然而然希望两岸和平嘛 他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向他赚这么多钱 但他当然希望两岸的环境都能够跟他一样 带来人生不一样的一个发展 这样错了吗 这是为什么他当时会买三中的原因 否则的话对他来讲 他怎么会想到要来做媒体呢 他今天来买三中不是为了要赚钱 他其他的产业比这个赚钱多了 大家都知道其实媒体要赚钱是很困难的 他自己都说丑袋一直掏钱 好他为什么要买三中 因为当时几乎要卖给苹果了嘛 对就这么简单嘛 所以对他来讲他会觉得说谁都可以买 但是不可以让狗仔媒体去买到三中嘛 毕竟过去中国时报中视中天 在台湾可是几十年来非常有信誉跟重要的媒体 他是出于这样的心情 所以他才来买三中的 他有要选举吗 他没有要选举啊 他有家人要选举吗 他没有家人要选举 他有小孩要选举吗 他也没有小孩要选举 食品业耶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动力 那你今天进电视 我们在审的时候 为什么他其实很多NCC的委员 就是没有办法让他过 因为他会觉得你背后就是静周刊 静周刊就是我刚刚说的 这一群狗仔集团新色山 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的道德的红线 台湾的媒体不可以给这样子的 静周刊的这种形态的媒体 就是为什么很多的NCC委员 没有办法投下同意票 一大堆弹书嘛 最后还是NCC现在这个主委 趁着这些反对的委员 不在的时候开会 夜黑风高偷鸡摸狗通过的嘛 好那所以呢 中天反而被下架了 进电视反而上架了 那你认为 怎么样才是对台湾的媒体 环境好的呢 中天电视中天新闻 造假过吗 做过假新闻吗 他说是国台办的狗腿 请问 有位国台办讲过一个假新闻吗 有位中国大陆擦枝麻粉 拨出来的中国大陆都是假的吗 没有嘛 既然完全没有 就是没有任何的证据 也没有任何的事实 你怎么可以凭空捏造扣帽子呢 所以陈廷官也不需要在那边狡辩 说那个是郭台铭讲的 郭台铭讲的就是圣旨吗 你什么时候把郭台铭讲的东西当圣经了呢 那你也不过就是在逃避法律责任而已嘛 相反的 你没有任何事实的证据 那你为什么要在节目里头 对蔡衍明这样的人身攻击跟诋毁呢 无中生有 这不是假消息 什么才就是假消息 那你身为一个媒体 你在公共的电视台上 那这个电视台要不要被禁 这个电视台要不要下架呢 你这个电视台才要下架吧 那请问你这么做 人家媒体都是监督执政党 只有你在帮执政党打击异己 那请问你这么做是不是狗腿呢 请问你陈廷官这么做 是不是就是执政党的狗腿呢 那如果今天这个判决 我的结论就是 他一定要举手说是啊 因为是善意的嘛 说人家狗腿是善意的嘛 说人家鸡腿才是善意的 鸡腿大家是不是听了都觉得是善意的 狗腿什么时候是善意的 我请问你 那以后你小孩做文都是 都用狗腿做文 我看你做何感想 你当一个妈的 你会做何感想呢 你这不能这样子教小孩嘛 以后小孩就说 跟老师讲说 这个法院认证的啊 狗腿是好词啊 你这不就乱了套吗 你这个法院是怎么判的 你怎么会连一个最基本的 道德勇气都没有呢 你连民进党当权者的 侧意你都怕 不是这样子吗 你连侧意你都怕 今天当然所有的公众人物是可受公平的 但是你不可以用 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事情 对人家做这种人身攻击 这是法律允许的吗 这当然不是法律允许 我念的法律 怎么跟你念的法律不一样呢 那你就是因为 当了某人的狗腿之后 你才会价值不一样 你才会双重标准嘛 什么叫做双重标准 绿营做的都是对的 绿营讲的都是高大上 只要反对绿营的都是不对 只要反对绿营的通通打压 那台湾就因为这样 你看媒体搞得这么难看 然后我们的内部 每天都是这些对立 不必要的仇恨 不必要的对立 是谁制造的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理性的讨论 两岸关系 最对台湾最关键的 最重要的两岸关系 完全没有办法理性的讨论 甚至于资讯都是非常的稀少 那你在电视台上面 难道你只要讨论两岸的事情 你就是中共的狗腿吗 难道你反对民进党 你就是中共的狗腿吗 那台湾还是个民主的社会吗 你这个就跟现在美国一样 你只要反对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的侵略跟种族侵袭 你就变成是反游的 你就变成是种族歧视 整个反过来了 那你看现在美国内部 多么的动乱 多么的撕裂 一个这么开放民主的国家 居然会因为这个事情 这个国家都已经要分崩离析了 台湾也不遑多让 我们没有办法 对台湾命运最重要的两岸关系 心平气和理性的讨论 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经验 那蔡衍明到中国大陆去赚这么多钱 他应该是我们里面 比较小比较了解中国大陆的吧 结果他把他认识的中国大陆 想要告诉大家的时候 你就叫他闭嘴闭嘴闭嘴 然后拿石头丢他 拿粪水泼他 台湾人这么没有自信 台湾人这么野蛮吗 台湾人这么无知吗 连狗腿都可以说是善意的吗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甜点以及手摇引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旺旺出品的这一款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肾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